反服貿學生佔領立法院議場已經超過了兩個星期 這段時間衝突不斷已讓警察們疲於奔命 中建一芬局長方養寧甚至有一度40個小時都沒有睡覺 可見勤務是相當的繁重 不過外界還是對警察角色有提出質疑 也讓有部分的計程員警覺得非常委屈 4月1號白羊張安樂一現身上到宣傳車 煽動反反服貿群眾情緒 P小組成員拿著警盾組成人牆夾在雙方民眾中間 就是怕衝突不斷擴大 中正一分局長方養寧親自坐鎮指揮 生怕一個不留神防線就被張安樂率中攻陷 為了確保勤務不足錯 這期間方養寧甚至乘連續40小時沒睡覺 面對接二連三的衝突 方養寧口氣也嚴峻許多 不只方養寧繃緊神經 連日來繁重的勤務 不少員警咬牙加班輪替 還得面臨社會質疑 為什麼十天之內警方角色批變 從驅離學生的執法者 再變成學生要求的保護者 學生代表三位 三位 學生們也被人批評前後態度不一 警方簡直兩面不適人 唱歌加油幫警察同仁打氣 但多數員警私底下對於角色混淆 以及工作繁重仍抱怨連連 一場被佔領十幾天 但無人下令清場 警方不但無能奪回國會 外人宣戰時又得看學生臉色 反過來保住佔領國會的學生 力願荒謬事再添一筆 右肩TV的文化友商話台北報導